高铁 高铁你知道现在是350公里的运行速度 那么飞机的一般就是八九百公里 那么中间就有一个高铁和飞机之间 有一个600公里左右的速度级的一个断层 所以它是一个良好的补充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速度级的系统 它对于完善我们轨道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 它是有重要意义的 它比现在我们所有能看到的交通工具 其实都安全 车它是抱着轨道的 它永远它不会脱轨 再一个呢就是只有有车的这一段 它是送电的 然后没有车 前后没有车的地方 它是没电的 你想跑你也跑不过去 所以它就是它不会追尾 所以现在都不过去了 但 biblical 今天我们下车 第一天对我们说明天看 谢谢 这是我们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